终生有福 官复都督 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好了 人们都在想事 其实所有的人都在想一件事 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每个人想的事都一样 想什么呢 就是想多活 俗称长寿 谁都想多活 想长寿 年轻的时候你不这么想 我年轻时候也不这么想 那爱活多久 可我活到今天 活到我这岁数 过六十了 满一个花甲的时候就想多活 为什么想多活呢 不为什么 就是怕死呗 所以人就一定要想办法多活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讲生命在于运动 这我们说了很久了 我从小就听这句话 生命在于运动 所以不停地参加各种运动 从小喜欢各种体育运动 比如踢足球 踢的不怎么样也喜欢踢 打篮球 打得还算凑合 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排球算了 排球没怎么打 喜欢 这个体育运动 只要是一参与 就是出汗是正常的 过去我记得 我们小时候打完篮球 跑回来对着水管子 拧开水管子 嘴巴接上去 咕嘟咕嘟先灌一水饱 那时候也怪了 这为啥感觉也没有 喝一度的凉水 还都是水管子里的 然后人家说 那边还想赛一场 去不去 去 还要去 要去赛一场 所以我们说的 生命在于运动 这个运动是指 狭义的体育运动 那么体育运动中 有一种是大众体育 我们都知道 现在街头 各种人连老头老太都在那做 那叫大众体育 但是作为竞技 作为一种体育 比赛都是超负荷的 这种超负荷的比赛 一般情况下都是折瘦的 我跟有些运动员也聊 他说他们这事都折瘦 尤其大负荷的超体力 比如拳击 铁人三项 马拉松等等 马拉松 你想这人一口气 两个多钟头 要跑出42.195米去 那这个不是42.195米 那就两步就跨过去 就是42公里加上195米 那么这跑下来 我跑不下来 我跑下来吐血 我有一阵子喜欢长跑的时候 那时候上班 上班骑着自行车 不骑 扶着自行车的后座 跑一路跑到单位 那就是剑步如飞 为什么能跑呢 不为什么 就因为瘦 人瘦都能跑 你看跑马拉松的 没一个胖子 你越胖越跑不动 你看那胖子都跑到呼吹带坦 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 胖子都不灵 但是如果你这种大负荷的超 这个超体力超强度的 肯定会影响健康的 所以包括拳击 你看这个拳击运动员 那当然有时候出事故的不算 说这个一拳给打飞了 打死了 这个但是晚年的时候 这脑子 你想你这脑子一共挨了好几万下 你说这脑子肯定是不好使 你脑子里头甭管你有什么 这个头盖骨保护着 你里头那点东西也是软和的 跟那个跟豆腐似的 老这么晃的 不行 所以很多运动员 比如体操运动员 跳水运动员 什么的 退役以后伤病会很多 所以我们统计下来 看不出这种狭义的体育运动 对生命有什么好处 那平均寿命呢 有的统计比正常人要少一些呢 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呢 我们从狭义上理解呢 我觉得这话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你比如我们举例 就是你比如我们作为平常人 我们看到一个报道 就武汉有个女士 这女士呢 这个为了减肥毛足了这就运动 我告诉你啊 减肥一定少吃 一定不是靠运动 运动如果你拼命的吃照样肥 每天坚持跑步一两个钟头 然后有成就了 有成就以后有加大运动量 每天又跑三个小时 最后突然双脚酸痛 起床以后尿中带血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跟全公司的人 卯足了进去爬山 回来就说 他说尿的都不是血 是酱油 都是黑的 然后诊断为是什么呢 是一种叫横文肌溶解综合症 这听着都很恐怖 说这个就是你长时间的超负荷患的一种疾病 所以这个呢 可以证明啊 人的这种狭义的超负荷超体力的这种体运动 不延长寿命 所以我们第一个生命在于运动的这个说法就翻篇了 那么生命在于什么呢 生命在于劳动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大量的长寿的例子 都是劳动人民 你比如有的这报道说 上山砍柴下地干活 说是根标艺术更是一绝 说的是谁呢 说的是江西 江西武功山上有一个100岁的老人士 粗活细活全能干 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 老太太一百岁了 自个还砍柴呢 说句实在话 一百岁的老太太上山砍柴是家里人不孝 他要说上山捡点柴火 我倒认了 你说你砍柴 你想这老太太拿一斧子去砍柴 这事听着不是那么太舒服 但是今天的长寿的人呢 还大致都是这种比较偏远地区的 这个你比如这个这个巴马 巴马我去过 上次我说减肥的时候就说过 老先生老先生说的好 说你看你这长寿秘诀是什么呢 说没啥秘诀 就是吃也吃不饱 死也死不了 就是我告诉你 吃七分饱都多了吧 我上回说了 只能吃一半饱 你如果想减肥 你想长寿 你只能吃半饱 什么叫半饱呢 就是你吃完了饭 还得一步三回头 这就叫半饱 挺痛苦的 我这些日子就经常是半饱 就是看你什么都想吃 因为体重呢 减下这余部分 有点反弹 反弹我有一条界限 是我自个儿画的 我过这条界限 我就不吃饭了 我就必须要把体重降下来 为什么 为了长寿 为了我们这期主题要多活 其实我们今天知道这些比较偏远 贫穷地区的有很多长寿老人 实际上是个大概率事件 当然它有空气比较好 身心比较放松等等客观原因 那么包括当地的一些饮食上的优势 它就世界上就有几个长寿地区 比如我们新疆的长寿的老人 比如我们的巴马地区 比如我看到好像还有俄国的高加索地区 高寒 高冷 高寒 人的新陈代谢就相对缓慢 你就能活得长 我们就要减少新陈代谢 所以这个劳动 但是大量的劳动还是 对人的身体超负荷的劳动是有伤害的 我们讲过我年轻的时候都干过生活活 那都是累死人的 就是一旦泄下来 这人就跟打病一场一样 所以生命在于劳动这个说法也可以翻篇 那我们再想想生命在于什么呢 生命在于活动 看看我们不说运动了 不说劳动了 说活动 人得活动 活动手脚 老得动 所以你今天看 在中国大街小巷 一到晚上散步 还有什么 广场舞 号称大妈舞 其实也真不是大妈舞 我有一年在昆明 事办完了正好是傍晚 我就钻进了一个小公园 公园里有几个男的跳广场舞 跳的比较诡异 我就没见过那么跳舞的 跳的那个舞姿都销魂 就是他自个儿销魂 我们不销魂 那么这种活动也不是运动 也不是劳动 它就是一种活动筋骨 那么广场舞 它是这种现象 是早晚两头 早晨 我去过北京的公园 北京哪家公园 只要是早晨一开门 你一进去 公园里有意思 全是活动的人群 这人群 一部分是活动筋骨 一部分人是喜欢表演 大部分人是活动筋骨加表演 比如跳舞 准有一围着一大圈 有的人上去 一会儿一换装 自个儿还带四五套服装 那服装换的比较简单 比如挂 带一军帽 就跳什么红旗闪闪 要不然脑袋上咣当 记忆仰肚白 唱这个信天游 等等 就是简单的化妆 还有的人在里头 比如练唱的 练唱也是一种活动 比如练相声的 我见他就那酷爱相声表演的 一个人对着一丛树 在那说相声 那相声要多不可乐 有多不可乐 但是他自个儿还得假装人家有乐的反应 还在喊一鼓掌 说他不要鼓掌 是不是 自个儿别提多高兴了 所以我们就有了优秀的小品 最好看的是谁呢 是我们赵本山 宋小宝和海燕燕的相亲 那不就是上跳广场舞去了吗 是吧 跳广场舞回来以后 赵本山还说你那个 你那个属性不合 对不对 人说现在不谈属性 现在都谈星座了 说海燕啊 你长点心吧 我们有机会谈谈生肖 谈谈属性 那么广场舞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不仅仅是对你的身体好 就是你活动精度 更多的 今天更多的是心理的好处 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就是他非常喜欢群体的这种活动 我们过去的群体活动呢 都是在单位 比如这是一家工厂 这是一个军队大院 这是一个医院 他互相之间 我记得我小时候出来 晚上出来 都是这些熟人散步聊天 今天各种小区来的人都是互相不认识 所以大家就把自己喜欢的这个癖好 比如跳广场舞 晚上就靠着这一会儿集结起来大家聊天 这聊什么天呢 我也没去听过 但我知道他们聊什么 他们就是聊那重复的天 每天说的话题基本上一样 就是小八卦 大八卦 一到时间就六神无主了 一吃完晚饭 平时都拖拖拉拉 一吃完晚饭可高兴了 着急赶紧去跳广场舞 谁也拉不回来 甄嬛也拉不回来 芈月也拉不回来 他就不看了 他就要混进这个广场舞的队伍 我都去过 我这个趁着黑进去过 这个有一回我从这个北京的荷华市场晚上出来 看那堆着一群的人跳广场舞 我有点好奇 我呢就进去了 我这刚一进去 就一个人过来 黑呀看不清啊 就拍了我一下 跟我说这 我啥意思 两块钱 我说凭什么管我要钱 他说凭什么管你要钱 你听见这音乐没有 这音乐就得给钱 你给两块钱 我说 哎 我不知道 又没钱 身上没钱 我不能说我刷卡呀 我微信支付 我也不会呀 我这身上还真没钱 我就丧大眼睛从那里吞出来 我说我不在里待了 我出来 我远远能干着 远看不花钱 只要你进了他们的区域 你给两块钱 我觉得公平 他跟我要少了 他要多了 我就包园了 今天你去看这种广场舞 大妈舞 你注意看 还真就不是一水的大妈舞 第一 里头有很多大叔 大叔干嘛去了呢 大叔肯定是找大妈去了 如果有大娘 就一定有大爷 大爷干嘛去了 是找大娘去了 这不是明白着的事吗 那小年轻混进去干嘛了 小年轻去找大妈去了 小心点 进去干嘛呢 跟你套词 套近乎 跟你说专业 说你听不懂的 这支曲子如何如何 这姿势应该怎么样 跟您混熟了 我告诉你 几个事会出现 第一个事有可能是卖保险的 第二个事有可能卖理财产品的 第三个事那就更悬了 就是卖保健品的 就是不能保健 也伤害不了你的保健品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这小年轻混到大妈队伍里 他一定不是奔着人去的 一定是奔着人兜里那钱去的 所以要小心 就生命在于什么 我们讲了这么多条 就说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长寿 生命过去说 生命在于运动 生命在于劳动 生命在于活动 生命在于蠕动 生命在于不动 生命在于被动 这六层关系 其实哪一层适合你呢 你也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敢说 这有某一条一定适合我们所有人 不可能 每个人都会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你觉得生命 劳动对你的生命有好处 你就劳动 你认为不动对你的生命有好处 你就不动 你认为被动 你又有条件 那你就被动 都可以 我们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呢 都不是必然的 都不一定适合于你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是老红军参加过长生 那么记者采访她 就说您跟大家聊聊长寿的秘诀 老太太这样对着电视说 说第一要多吃肥肉 因为小时候太穷了 到一百岁的时候 依然觉得肥肉好吃 然后这个记者就心里想 这条拨不出 那么第二条呢 第二条呢 就是不运动 这有备于我们过去 对传统长寿的认知 那记者还不死心就问 第三条呢 老太太说 千万不要听医生的 这记者就愣了 怎么不能听医生的 医生说的都是对我们好啊 老太太说 那她对我不合适 那么影响我们生命啊 我们长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现在可以确定的第一是基因 基因有点悬 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更悬 过去的说法就说你得有这命 这就是基因 你基因是不是强大 是不是好 这很重要 第二呢 是环境 你如果是一个恶劣的环境 比如天天PM2.5500以上 是吧 比如我们有很多污染 水污染严重的村落 连地下水都污染了 那是什么癌症村 那你一定不可能长寿 那是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清洁的一个环境 第三呢 就是良好的心态 放松的心态 与世无争的心态 你唯一能改变的呢 是你的心态 是吧 你比如我们刚才说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基因 你肯定不能改变 你生下来的就是你的命 命是不能变的 有人老说啊 命是不能改变的 运是可以转运的 没有人能转命 那只能转世去了 第二呢 环境你个人是很难改变的 比如我们的PM2.5 我们自己改变不了 但是心态自己能够改变 自己能够调整 遇到不愉快的事 尽可能的排遣 那么你人生的在于什么呢 在于你人生一定要放松 这种放松呢 首先是心境的放松 我们生活中啊 就是让你紧张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我们做交通工具啊 过去你都是走着 你就不紧张 你现在要坐汽车 要坐飞机啊 你有机会了 以后还要坐火箭 你肯定心境啊 都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你就一定要想办法放松 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大 学习压力也大 在这些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多调剂自己